在接近是形和和长大的过程 而在接近动力学是描述在接近形和与长大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一下在接近的特点是什么 在接近过程是有预期的 可以看出来不同温度下开始在接近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温度越低开始在接近的时间也就越长 这也就是在接近的预期 那么我们考察某一个特定温度下 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在接近速度比较缓慢 然后逐步加快 当在接近分数在50%左右的时候 在接近的速度是最快的 随之又逐渐缓慢 在接近动力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实际上也是主要是取决于形和率和长大速率 在描述在接近动力学经典的关系 就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是约翰逊梅尔方程 对于约翰逊梅尔方程而言 它首先假设这个在接近的形和是一种均匀形和 金和是球形的 并且在接近的形和率和长大速率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 在这样一个假设的条件下可以推导出来 在接近的体积分数 也就是这个φ2与形和率 长大速率和时间的关系 服从这么一个关系式 这就是这个著名的约翰逊梅尔方程 约翰逊梅尔方程主要适用于均匀形和 但是它不使用于一些选择型形和的形形 比如说如果我这个形和优先在境界形和的时候 约翰逊梅尔方程这时候它是不适用的 除了约翰逊梅尔方程之外 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常用的 这样一个描述在接近动力学的方程 我们称之为是阿弗拉米方程 它主要是针对恒温在接近时形和率 所以时间的增加而成一个指数衰减关系 依照这么一个假设前提 那么这时候可以推导出来 在接近的体积分数与时间之间符合这样一个关系 当然如果我把这样一个方程进行一个变形 我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关系式 那么从这个关系式 当然我也很容易可以知道 这样一个在接近的分数通过这么转换以后 它与时间的对数之间是成一个线性关系 这对于处理这样一个在接近动力学的数据是比较方便的 在这个阿弗拉米方程中 B和K都是一个常数 特别这个K 那么对于K而言 一般当在接近是一个三维在接近 也就是我是一个体材料 快体材料的时候 K的值一般是三到四 当这个在接近是一个保版 这样一个材料进行在接近 也就是二维的时候 K的值大约是在二到三之间 当一个丝材 也就是在接近 在一个一维下来进行在接近的时候 K的值大约是一到二 当然我们对比这个约翰逊梅尔方程和阿弗拉米方程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这个方程的形式 它们都是非常相似的 对于约翰逊梅尔方程来说 它的假设条件是对于均匀行合 并且行合是通过球形金合来行合 其中的行合率和长大数率 是不随时间变化 并且我们从这个观音室 也可以看出来 约翰逊梅尔方程 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物理意义 那么阿弗拉米方程 从形式上 与约翰逊梅尔方程 也是非常相似的 在这中间 B和K把它处理成一个常数 当然从阿弗拉米的 整个推导过程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行合率 是随时间成指数衰减的规律 这两个观音室 从处理上来看 阿弗拉米方程 更适合于工程应用 所以现在在工程中间 阿弗拉米方程相对用得多一些 或者有些时候也把这个方程 称之为是约翰逊梅尔阿弗拉米方程 这是一个含铜0.0034%的 这么一个红铝这样一个合金 在摄氏零度冷闸40%以后 经过再接近退火以后 所得到的这样一个表征 再接近动力学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不同温度下 再接近以后 这样一个关系式 它基本上是成一个线性关系 编曲 编案 编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